我今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的確診案例 仍然維持395例 換句話說今天還是零確診 沒有境外 也沒有本土的案例 那整個情況大家看到其實這幾天 雖然 臺灣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們大概邊境 這條線已經 守得越來越好 那 但是國際仍然非常的 嚴重 那我還記得 我們在3月14號跟3月17號 有做了一些比較嚴格的 這樣的一個邊境的管制 3月14的時候我們就那2點起 就 未登飛機的就要做居家檢疫 3月17號決定說 19號 開始就要做第三級 那在那個時候也是4點 4點以後搭飛機的回來也是居家檢疫 那回想到那時候 3月14號那個時候的確診的人 數 全球是14萬人 那個3月17號的時候 全球是 將近18萬人 那到了4月3號 就破100萬 那到昨天就破200萬 其實速度非常的快 那整個在國際上的死亡率 也從那時候的4% 升到現在的6.4% 6.5% 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台灣當然還是致死率 台灣還是維持1.52% 1.52% 那至於在 康復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國際上整體來講 康復率大概 這個確診的病人裡面 變好的 大概24.5% 那臺灣剛才跟大家報告是155例的 解隔離 所以我們的康復的情況是有34.7% 不是 39.2% 到昨天30.7% 到今天 我們是39.2% 所以在臺灣 我們不管是確診的病例或死亡 的案件 或是我們康復的情況 都是在 整個在國際上裡面 我們做的算是相當的好 但仍然不能掉以輕心 因為剛才跟大家 報告說 那個一旦 有什麼樣的一個情況 那可能那個速度 就會變得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也是要持續提高警覺 至於在本土的案例的情況裡面 我們現在 大概10個本土 未知感染源的 那大概有8例 已經過了我們14天 這樣的一個觀察期 那有兩岸 仍然在我們這裡的一個高度警戒 一個當然4月2號 其實到今天過了 4月2號這個案例也會過了 是 336號 那另外是大家進來比較持續與關心的 4月8號的379例 379案 這幾個 這兩個我們在持續在疫調 跟相關的檢驗都在進行中